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呢有一部剧叫《以家人的名义》 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这部剧呢我还真看了 觉得还很不错 是一部很暖心的亲情剧 在这部剧中啊 贺子秋和李海潮的关系应该是养父子之间的关系 而林肖呢更像是李海潮的干儿子 贺子秋是李海潮从小的时候就领养的 所以呢如果他们觉得有必要的话 到当地的民政部门办个手续 就可以建立一个完全合法的养父子关系 但是如果在古代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唐朝 这种任养关系是行不通的 不仅不会得到法律的认可 而且还会受到责罚 李海潮会因为这件事情而被洗一年 意思就是要服劳役一年时间 而把贺子秋送给李海潮的贺子秋的家人 不管是谁都会被打五十大板 这是唐朝的法律所规定的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他们两个人不同性 为什么要定如此严苛的规定呢 难道不是只要父慈子孝 两厢情愿就足够了吗 其实还真不是 因为不能任养异性子为自己的养子 这条规定呢 与中国古代古老的祭祖的传统 以及礼法以及风俗都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呢 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聊这方面的事情 很有意思 说到祭祖啊 我在我早期的一期视频节目中 曾经介绍过 那期节目呢 是关于中国鬼、印度鬼、日本鬼等等 虽然说名字听起来比较惊悚 但其实呢 它是在鬼文化的背景下 探讨各个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 这么一期节目 这里呢 就先做一个小广告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翻看那期视频 中华文化中的祭祖的传统 实际上呢 是出于两方面 一方面呢 是中国古人们都认为 死去的祖先是具有超能力的 就像我们现在处于三维空间 而逝去的祖先呢 可能处于四维五维 甚至更高维的空间 他们能够保佑我们的平安和家族的兴盛 所以呢 作为后辈就要时常的去祭祖 这样才能得到祖先的因地 而如果断了香火 没有人再去祭拜祖先了 那么这些祖先们就会失去他们的 所谓的超能力 而变成孤魂野鬼 他们没有能力再去护佑他的家族 他的家族呢 也会因此的逐渐的衰落 子孙愧绝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出 实际上祖先和后代子孙 形成了一种双向的互异的关系 共同维系着家族的兴旺 而且一旦断了香火 受损的不是一代祖先 而是在这之前的祖先都会成为孤魂野鬼 比方说剧中的李海潮 他可能不在乎自己将来成为孤魂野鬼 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一直辛辛苦苦的 在这小面馆里头都没有出去旅游 也没有去四处看看 现在呢 终于死了 终于有机会四处的飘来飘去 他不介意自己做孤魂野鬼 但是呢 他的祖先里头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宅男 就喜欢在一个地方飘 所以李海潮如果没有儿子来续香火的话 那么一损俱损受损的是前面所有的祖先 这也就是古人为什么一定要有人继承香火 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 那么是不是随便找一个人定期的焚香祷告 就可以呢 那当然不行 在礼法中啊 有这样一句话 叫神不心非类 民不似非族 什么意思呢 就是神不喜欢接受不是他同类的神的祭拜 而民呢 也不会接受不是他同族的人的祭祀 说起这个祭祀啊 其实有很多的说道 在中国古代祭祀是有等级的 天子或者是君王可以敬拜天地 诸侯可以敬拜山川 而老百姓你只能祭拜造神和你的祖先神 祭呢 侧重于向天地神灵或者你的祖先 汇报你这些日子的工作表现 而四呢 侧重于向天地人神请教今后的方向 让他们指导你下一步该怎么做 祭祀呢 也不能瞎记 不能想着礼多神不怪 见着神就拜 这也不行 这就叫银祀 银祀呢 按照礼法书所言 就是非其所祭而祭之 名曰银祀 银祀无福 比如说贺子秋不是李氏的子孙 他却去祭拜李氏的宗庙 这就叫银祀 银祀是不会被祖先所接受的 也不会有福报 还有你明明是一个老百姓 你非要去祭天祭地 这个月急了也不可以 也叫银祀 另外呢 不合十一的祭祀 比如说祭祀造神 应该只能在二月份和八月份 你非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你天天开祭 那也是不行的 还有祭祀那些不在国家四点内的神灵 比如说民间传说的那些什么树精啊 狐狸精啊等等 你祭拜他们也算是银祀 也是无福 而且呢 可能还会招灾 当然了 我说的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礼法的规定 到民间呢 可能执行起来 就不会严格成这个样子 可能又是另外一番风景 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在历史上 可能最隆重的祭祀 应该算是皇帝的风扇大典 所谓风扇呢 就是皇帝呢 要禁告天地 这个事情是只能皇帝来做的 其实也是向天地诸神 汇报自己这些年的工作 然后呢 请求天地神灵继续赐福于他的王朝 使江山永固百姓安康 不过古往今来呀 只有七位皇帝曾经举行过风扇大典 为什么历史上这么多皇帝中只有七位皇帝举行风扇大典呢 这是因为呀 能够举行风扇的皇帝是要有一定的条件的 首先第一点 他统治期间应该是国家统一 第二百姓安居乐业 国富民强 第三还要有祥瑞出现 这三条都能满足的皇帝啊 其实真的不多 历史上呢 第一个举行风扇大典的皇帝呢 是秦始皇 这个不用说了 秦朝一统天下 汉朝的时候有两位皇帝举行过风扇大典 一个是汉武帝 一个是汉官武帝刘秀 这两位皇帝没什么可说的 都完全够格 到了唐朝呢 第一位祭祀的皇帝呢 是唐高宗李治 李治呢 虽然说也是开创了永辉之治 但是他统治的后期呢 就被武则天篡权 所以唐高宗李治呢 就算是勉勉强强过了及格线吧 再往后是唐玄宗 这个也不用说了 开创了开元盛世 他是完全够格的 在唐高宗和唐玄宗之间 还有一位皇帝也曾经祭拜 不过呢 他并不是去泰山丰山 前面我说的六位皇帝都是去泰山丰山 而这位皇帝他去的是嵩山 他是谁呢 他是武则天 为什么六位皇帝都去了泰山丰山 而武则天偏偏去了嵩山呢 首先说 为什么大多选择泰山 泰山呢 算是五岳之首 传说中开天辟地的盘古 在他死了以后 他的头和四肢就化成了地上的五岳 其中冬岳泰山就是他的头 所以呢 头的地位肯定要比四肢的地位要尊崇很多 这是一个原因 再一个呢 孔子也曾经说过 登泰山而小天下 泰山呢 又是东越 东这个方向 相比于其他三个方向呢 在中国古文化中都是更加尊贵 因为日出东方嘛 所以太子呢 称为东宫太子 再有呢 是因为泰山的地理条件 泰山呢 是东临大海 西靠黄河 所以呢 地势上就显得特别的突兀 古人呢 没有丈量这个山的高度的手段 所以从视觉感觉上 泰山就比其他的山要高 其实泰山在五岳中并不是最高的 华山就比他高很多 宗上呢 就是大部分皇帝选择泰山 作为风扇地方的原因 而武则天选择松山呢 可能是有他自己的原因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 他在几年前刚和自己的老公 唐高宗李治 到泰山祭拜天地 祭拜中肯定要提到 要保佑我们李氏江山 江山永固 没过几年 他就把这个李氏江山换成了大周朝 他要是还去泰山封山 面对着天地神灵 恐怕他很难说出口吧 那他应该跟神怎么说呢 跟神说 不好意思啊 这个江山现在被我拿到手里了 您呢 还得继续保佑我 所以啊 武则天就没有去泰山封山 而去选择了嵩山 为什么是嵩山呢 嵩山据说是在周朝的时候呢 是圣山 而武则天呢 经过反复考证 认定了他们武家是周王姬武的子孙 所以他的王朝叫大周王朝 所以他祭祀也就去了嵩山 这是曾经举行过丰山大典的六位皇帝 还有一位皇帝 也是最后一位去泰山丰山的皇帝 他是谁呢 他是宋真宗赵衡 宋真宗赵衡去泰山丰山呢 就让人感觉啼笑皆非了 因为能够去丰山的皇帝的条件之一 就是江山一统 而宋真宗赵衡时期啊 至少燕云十六周还在大辽国手里 交纸也就是现在的越南北部 也没有收回来 说起这交纸啊 顺便插一句 交纸呢 就指着现在的越南北部地区 在唐朝以前的一直是受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 唐末的时候天下大乱 地方格局 所以交纸这地方呢 也形成了一个格局政权 后来北宋赵匡义南征的时候呢 他在征服了南汉以后 并没有去继续的向南进发 征服交纸地区 而是回湿北上了 这也就错过了收服交纸的一个最好的时机 宋朝以后 元朝和明朝都曾经在交纸建立了地方行政 但是呢经过了这个几百年以后 当地人的人心已经不向着中原了 到了明清的时候 交纸和中国呢 就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定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所以说当时北宋的赵匡义 应该是错过了最好的收服交纸的机会 那么在交纸、幽云十六州、甚至河套平原 都不在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内 这种情况下 宋真宗怎么会依然去泰山风扇呢 这里有一个小故事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在禅元之盟签订以后 宋真宗起初还是非常满意的 毕竟最后的结果比他预期要好得多 因此呢 他也非常感激宰相扣准 这样呢 就引起了另外一位大臣叫王新若的嫉妒 于是呢 王新若就跟宋真宗说 说皇帝呀 你难道不知道天下人都在耻笑你吗 宋真宗说 为什么呀 王新若说 您签订的是城下之盟啊 我们大宋王朝 我竟然跟三邦小鹅签订了这么一个屈辱的条约 您还为之高兴呢 天下人都在耻笑你 说的多了呢 宋真宗呢 就有点相信了 然后宋真宗就问王新若 有什么办法能够摆脱这种尴尬的处境 王新若呢 给他出了两个主意 第一个主意呢 是说说皇帝率师北伐 咱们要和契丹好好干一仗 你把他打垮了 天下人就没有人敢取笑你了 宋真宗一听 你就摇摇头 说你再换一个主意吧 打仗肯定是不行的 于是呢 王新若又给他出了另外一个主意 说您啊 要去封善 向天地昭告您的圣明 简单的说就是扩大宣传 加强宣传力度 宋真宗呢 就觉得我这条件是不是有点不够啊 王新若就说呢 这个您大可不必担心 咱们有困难要上 没有困难 创造困难也要上 别的都好说 不是没有祥瑞吗 咱们可以制造一些祥瑞 说这件事情啊 您就按照我说的办就行了 于是呢 宋真宗呢 就按照王新若的话去办 首先呢 王亲若让宋真宗大拜宴席 犒劳各位大臣 在席间给每位大臣上了一壶的珍珠 这就等于是皇帝贿赂大臣 这在以前是闻所未闻的 事先呢 王亲若呢 跟这些大臣们呢 都递了口风 说皇帝呀 要想搞点 哎 事情 想去风扇 大家呢 到时候都支持 这些大臣们珍珠在手 心思也就活了 然后到了那年正月的时候呢 突然有一天正在上朝的时候 有一位内侍匆忙来报 说在皇城的东北角的那个地方啊 发现了一条长脊杖的黄帛 黄帛上似乎还写着字 所以呢 就急急忙忙的来禀告皇上 宋真宗听了以后呢 丝毫不觉得意外 他就跟当时在场的大臣们就说 说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说去年11月份的时候 一位神人呢 曾经跟我说 让我在皇城的东北角啊 设一个道场 说道时候啊 会有祥瑞出现 于是呢 我呢 就在12月份的时候 就设立了好了道场 现在你看有人来报了 现在是1月份 所以呢 我估计啊 是有祥瑞出现了 咱们就一起去看看吧 于是呢 宋真宗就率领了诸位大臣 来到了皇城的东北角 在那里呢 果然看到了这个好几帐 长的黄渤 上面还写着字 大概意思呢 是说大宋江山将持续七百年 而且是要把天下赴于横 就是照横嘛 大臣们看到这个条幅都心领神会 知道皇上现在开始正系登场了 于是呢 都一跪下来向皇帝道贺 宋真宗呢 也是跪接黄渤 然后把他置于金扁之上 命名为大中降服 同时呢 把自己的年号也改为大中降服 这就是大中降服这个年号的由来 这是第一条祥瑞 古人云上有所好下必兴焉 从这一史 各地的官员知道皇帝喜欢这些东西 就纷纷的上奏表 说我们这里也出现祥瑞了 那里也出现祥瑞了 等等等等 然后呢 各位大臣就集体敬见 要皇上去泰山封善 宋真宗也假意的推托几次 然后就欣然下招 十月份要去泰山封善 为什么要选择十月份呢 对此啊 史学家们一直存有疑虑 后来后世的某一个人 这个人呢 大家也比较熟悉 他略意思考 就知道为什么选择十月 为什么呢 因为十月有黄金周 门票免费 宋真宗这疫情可上万人了 门票是一项不小的开销 虽然说他可以进行团购 但是呢 那也是价值不菲 所以选择十一长假去 是一个非常英明的选择 这风善二字啊 也有特别的意思 风指的是祭天 是要到泰山顶上去祭高天地 而善呢 指的是祭地 是要在泰山山脚下进行 所以风善大典实际上是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进行 一个在山顶 一个在山脚 宋真宗从泰山回来以后 祭祀之风仍然是一巴不可收拾 而且各地的官员呢 又投其所好 纷纷的献祥瑞 什么某个地方长出了一万多只灵芝 还有什么黄河水自清等等等等 五花八门都有 其实就是歌功颂德嘛 然后各地的官员呢 又纷纷的上表 请求皇帝到我们这个地方来祭拜 说你要不到我们这来祭拜 我们就死给你看 宋真宗呢 好像也是盛情难缺的样子 所以呢 就开始四处的祭拜 他祭拜过厚土寺 又祭拜过天清宫 还去了华山祭拜 所到之处啊 铺张浪费大兴土木 前朝两代皇帝积累的那点家底全让他给造光了 其实啊 为什么只有区区几位皇帝参加风扇 并不是说 另外那些皇帝都不符合条件 比如说像唐宣宗李世民 他如果参加风扇 那条件绝对是够的 但是李世民没有去泰山风扇 为什么呢 李世民呢 就考虑到风扇的开销太大 费用高昂 他是秉承着与民休息的原则 就没有应群臣的要求去泰山风扇 所以宋真宗和唐太宗李世民比起来 真是不可以道理计的 由此可见啊 刘娥和宋仁宗对国家的治理还是卓有成效的 不好意思 又跑了一下题 咱们再回到刚才的话题 刚才提到 养子一定要在自己的宗族中挑选 一般来说不应该出五福 除了养子以外 还有一种叫四子 四子的条件呢 就更加的苛刻 一般来说是选择自己的哥哥 或者弟弟的孩子 也就是自己的侄子 作为自己的四子 四子的地位是相当于嫡子的 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 四子跟养子的区别并不是特别大 因为他们继承的主要是财产 养子跟四子的份额呢 是相同的 这时候可能有的朋友会问 那么女子在古代有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利呢 未出阁的女子 她可以继承她的兄弟们继承的财产的一半 这就算作为父母给她的嫁妆 如果已经是出了格的嫁出去的女儿 那肯定是没有任何财产可分的 那可能朋友又会问 如果说父母就特别喜欢自己的女儿 或者偏爱某一个儿子 而立下遗嘱 多给他一些财产行不行 这个在现在是没问题 因为现代法律主要尊重立遗嘱人的意愿 而在古代主要是按法度执行 就是说法律规定了该给谁多少就给多少 而立遗嘱人个人的意愿 通常情况下是不作数的 老百姓只是财产继承 而王公贵族们 他们面临的问题就更加复杂 因为他们面临一个身份继承的问题 就是那些能够适其的爵位 是谁来继承的问题 而这一方面的干系远远要大于财产继承 比如说大家知道的三国时期的袁绍 他是一个庶子 是他的父亲和一个丫鬟所生的孩子 但是呢 他运气很好 他的叔叔特别喜欢他 就把他立为四子 而成继了他叔叔的爵位 而他叔叔的亲生儿子就是那个袁绍 却只能居于袁绍之下 没有能够成继他父亲的爵位 这就是为什么袁绍对袁绍一直是心有不满 但这也没办法 这是礼法所规定的 除了养子四子以外呢 还有一种叫挑子 挑子指的是什么呢 挑子指的是一个男性子孙 要承担起两家的香火 就比如说兄弟两个人只有一个儿子 哥哥没有儿子 弟弟的这个唯一的儿子 就要做他哥哥的挑子 好在呀 在古代是可以娶三妻四妾的 这样的话 这个男性子孙在长大以后呢 娶两房夫人 一房呢算是延续他本家的香火 另一房呢可以延续他伯伯家的香火 这就叫挑子 除了养子四子挑子以外呢 还有一个更广泛的称呼呢 叫义子 义子的要求呢 就是没有那么严格了 也不用走什么法律程序 像四子是要在有关部门进行登记注册的 而王公大臣如果立四子的话 还要经过皇帝的允许 义子呢就没有这么复杂了 义子呢就是你请我愿 大家各有所得 可以称为义子 比如说魏忠贤曾经有无数个义子 隋唐演绎中 秦琼也是靠山王阳林的义子 朱元璋呢也有很多的义子 这些义子为朱元璋打天下 也是非常的玩命 到后来朱元璋得了天下以后呢 把他们的命也都玩了 在中国古代啊 把这些阳子啊义子啊等等 还有一个统称叫明灵义子 这个明灵义子又是什么意思呢 在《诗经小雅小院》中啊 曾经有过这么一段记载 说明灵有子果裸复之 什么意思呢 明灵啊就是一种小肉虫 实际上它是一种害虫 而果裸呢是一种类似于蜜蜂那样的昆虫 在古代啊认为果裸只有雄性 没有雌性 所以它不能生育 于是果裸啊就把明灵的义虫背走 背到自己的巢穴里头 然后干什么呢 然后果裸呢就祈祷上天 向他的神祷告 说累我累我 就是要向我向我 据说呀 祷告七天以后 这个明灵就能变成果裸的样子 从巢穴中飞出来 这个可不是我瞎说 这是汉代著名的慈父家文学家杨雄曾经说过的 到了晋朝呢 大才子陆基还确定了这个基因突变的过程 总共需要七天 就是七天 不多不少 这可能是历史上关于基因突变的最早的记载 后来到了南朝的时候啊 有一位术士叫陶洪景 他就觉得这个说法呢 似乎有点不太靠谱 于是呢 他就亲自观察 最后呢 得出一个结论 其实果裸呀 有熊也有雌 他是可以自己生育的 而他抓来这个明灵的目的呢 是给他的幼虫做食物 他首先用自己的毒针 把这个明灵给麻碎了 让他的身体呢 不至于腐烂 然后呢 就放在了自己的那个巢穴中 来给他刚出生的那些小宝宝们做食物 虽然说已经真相大白了 但是明灵一子这个称谓呢 已经传开了 所以后世的人呢 也就是以讹传讹 就这么说下去了 其实啊 像这样以讹传讹的句子呀 古往近来有很多 就像我刚才说过的那句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其实呢 这句话的原意呢 并不是说不孝有三 没有后代呢 是最严重的 原句呢 是出自于孟子 原句是这样说的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顺不告而取 为无后也 他说的是顺结婚了 没有告诉自己的父母 这是没有尽到后辈的责任 为无后也 并不是说没有后代 而是说没有尽到后辈的责任 但是后世呢 都理解成没有后代的意思 其实呢 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 这至少也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的 另外还有那句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其实呢 应该这样读 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原意呢 是人如果不注重自己的修为 会天诛地灭 所以一个因不同 造成的是天壤之变 这句话反倒成了一些自私自利的人做自私事的理论依据了 在现今社会中啊 也有很多的名龄义子 不过这些年呢 似乎干女儿要比干儿子要多很多 这些干女儿们大多是年轻貌美 这些干爹也大多是非富即贵 而且有干女儿这种事呢 通常干妈是不知道的 这也算是一种反传统的行为吧 作为干女儿就不像我刚才说的那些领养的孩子 有那么多的束缚 那么多的要求 他们也不用改姓 大家都知道 郭美美的干爹 他肯定不是姓郭 他姓什么呢 我想啊 不是姓钱 就是姓权 要不然就是富姓权权 基于最新的人口调查资料显示 这两个姓氏有干女儿的比例是最高的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订阅 特别是欢迎大家点赞 您的手指轻轻一点 对我来说就是很有帮助的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